h 有看過 Lexus 這樣快的嗎? 轍到領機引上魚 請輛大家來看這個全新換代的 Lexus Yes! Xus Malaysia 为这个 NX 提供两个动力总成 也就是 NX 250 和 NX 350 S-Word 顾名思义 这个 250 车型也就是搭载这个 2.5 Dynamic Force 匹配 8-speed iShin Automatic Gearbox的 它能够提供一个 205 PS 250 Nm 的动力 0-108.2m 显然这个动力总成在一个豪华 SUV 车上 它显然没有那么的出色 现在 Lexus Malaysia 也提供这个 2.4 Turbo 引擎的版本 在这个 X-Port 身上 它能够提供 280 PS 430 Nm 也成功打入 6 秒俱乐部 很明显的它要在 GLC X3 和 XC60 当中杀出一片天地 这次它也导入这个两只 Azorber 液压顶杆 它再也不会给人家骂了 这个全新换代的 Lexus NX 和现在在贩售或者是 以往的 Lexus 车款都有截然不同的感觉 因为它是采用一个 Electrify LF 30 的概念车的一个设计语言 所以它整体的表现啊 它都是比较前卫的 你能够看到满满的肌肉感 线条感非常的明显 在搭载这个 X-Port 空气道内下啊 它更加的利弱 更加的 sporty啊 它这个空气道内下呢 还有 Aerodynamic 真正的 Aerodynamic 的空气力学的 它的车头依然保留了 Lexus 的味道 就是倒立狗的 Nike 的行车热车灯 而且里面带有这个四颗的 LED Projector Headline 而且它是带有这个 Auto Hybeam 和 Adaptive Hybeam 功能 也代表它有完善的 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这个 Lexus NX 啊 它采用的是一种 Spindle Grill 的方式 在 X-Port 上它搭载非常多的 Piano Black 而在 Luxury 上它就是采用 Chrome 的湿条 而这是首饰搭载这个 L-Shape 的 Interlinkage 的一个设计 也是首饰搭载在 Lexus 车款 这个全新一代的 Lexus NX 它是基于 GAK 的平台而打造 也就是和 Toyota Heriot 采用是同样的平台 它的车身周距也就和 Toyota Heriot 一模一样 2690mm 比起上一代长了 30mm 在车长上也是增加了 20mm 宽度也增长了 20mm 但是这个车身长度来讲 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来讲 还要来的 Compact 一点点 但是它的灵敏角度还有灵活性啊 是非常的好的 刚才我在 Spindle Grill 已经测试了一圈 等一下你们继续看 这个 NX 350 F Sport 它是搭载一个 20 寸的轮胎 非常大 而且它是采用一个 2350 R20 的一个轮胎 搭载 Bridgestone Air Lanza 它抓地力表现还有隔音表现也非常的好 而这个车尾现在来讲就比较简洁利落 非常的硬的风格 而这个车尾标也扣除了 不是以往那种 Lexus 的标 而是变成 Lexus 而这个倒立沟的车尾灯也依然保留 但是加上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辨识度非常的好 颜值也非常的高 现在的 Lexus 它已经弥补掉以前的短板 它再也不是只是给你那种细节的 Premium 但是它也同时给到你很多高科技配备 像是这个首饰采用这个超大尺寸的 14寸的高清荧幕 它采用全新的 Lexus Interface 它用起来就和你的电话 你的 Tablet 差不多一样的操作 非常的 User Friendly 而且这个主机是清晰 Drive-side 的 导致这辆车它是注重一个 Tatsuna Concept 就是人马一体 而且这个主机它是上面已经镀了一层 叫做 Anti-reflective coating 直到它不会有一个太强烈的反光 即便我在一个大太阳底下开这辆车 你的主机都是非常完善的看到它 非常的高清 Nexus 除了会给你这些大屏幕 Digital meter之外 它也会非常注重它的细节 它的豪华感 也就是我今天坐在这辆 Flare Raid 的一个内饰 它的车身配色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 Sporty 而且它包覆感真的非常的好 完全包住我的身体啊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 你就买一辆 Lexus NX 来包住你自己啦 而且这个车包还是带有打孔式的 它是带有 Ventilation Seat 还有 Heater Seat 的功能 而且是14项电动调节的 Lexus 的质感都是一直无话可说的 它的质感完全就是 Soft Touch Material 还有大量的整皮包裤的 这一点不用怀疑 Lexus 的质量 这一次它打入更加豪华的东西 像是这个 3D Cutting Black 的一个吃法 就和它 Lexus LX 大哥有点像的一个特点 这辆 Lexus NX 它也把科技 还有传统的豪华感融合到非常的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尤其是这个 Adcon Panel 的旋钮啊 它质感非常的好 它融合了传统的旋钮是 让到你驾驶的时候 你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些按键啊 然后它在这个按键里面啊 它又导入一个 3D 的一个 screen 在里面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科幻 非常的有质感 作为一辆全新换代的车款 它一些高科技配备也是肯定给你配齐了的 像是这个 9.8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HELP Display 而且显示非常多的东西 Wireless Charging Wireless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还有 Touch Sensitivity 的一个操控盘 就和 Mercedes 还有你的 Volkswagen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啊 这个就非常的豪达它的质感 而且后面还配有一个非常大的 Paddle Shifter 我刚才在 Spunk 用一下非常的好用 作为一辆豪华 SUV 车型啊 它一些配备它是肯定有的 像是 Handshed Tailgate 64 色的 Ambient Light 而且它是有 14 色的一个 Deport Setting 的 它是带有这个 Natural Theme 也就是比较符合 你在驾驶的时候不会那么刺眼的颜色 而且它这次也打入这个 10 颗 Premium Audio 的 Lexus 音响系统 但是可惜的就是这个 Lexus 以来没有打入那个 17 颗 1800W 的 McLevinson 高级音响 而且这辆车有几个蛮特别的地方 也就是它这个 Push Start Button 你有看个 Push Start Button 在这边的吗 还有一点蛮特别的就是这个 E-Live System 的门把手 它是用使用按键式的 它类似那种电动车款 这样子按一个门就可以打开 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都是使用这种电子扒杆的 这个门除了这个电子按键式开关啊 它也有一个非常来头不小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它的 E-Live System 啊 它是使用这个 Blind Sport Monitoring 还有它的 360 镜头来侦测后方的事物 来让你降低事故发生 这东西啊如果你要看到类似的东西 基本上要在 Rolls Royce 的车款才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 Lexus NX 啊 给到你非常 Premium 的一些配备 而来到这个 Lexus NX 的后排啊 它即便它说不上大啊 因为它刚刚够用 即便它的 View Base 和车身长度都比上一代这样长了 但是相比起它的对手来讲 它就相对来讲还要 Compact 一点点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它这个座椅的长度 还有它的支撑性非常的有包覆性啊 我坐在后排一个 17050 镜头坐下去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 这个轻鞋角度它是非常的斜的 你可以非常舒服的坐在这边 而且它这个 C-Pillar 这边 是可以挡住一些太阳的 它整体表现非常的隐秘 非常的舒服 而且中间这边带有一个 Armrest 的 中间一个支杯架 这边有个冷气出风管 但是可惜的就是 它是没有 Trism Climate Control 的 后排是不能独立的控制恒门空调的 而后座的门上面啊 都带有这 E-Legg System 的非常轻松的开关门 而且带有那个安全系统的功能 非常适合作为家庭车 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这个 Lexus NX 第二代 在Sepang 的体验是如何的 所以现在我开着这台是一个 Lexus NX 350 S Sport 的车型 首先我们就来打开这个 Sport Plus 来做这个 Slalom Test 它的操控真的是一流啊 因为它基于这个 GAK 的平台打造 它主打就是低重心高光性操控非常的好 不仅仅是操控好啊 而且它车内的空间也大大提升了啊 而且这次啊这个 Lexus NX 也为它首次加入这个 Adaptive Variable Suspension 还有 Variable Rad Gear 的这个科技啊 让它整辆车在灵活性在操控性方面啊 完全是傲视同级别车款的 它的操控性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真的不会输给那些 OC 对手 要不然 Lexus Malaysia 都不会邀请我们 到今天来这个Sepang 体验这个 Lexus NX 首先啊我就要讲它的质感方面 这个 Lexus 它首先这个 Concept 它是有这个 Head-up Display 的 所以当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 Head-up Display 是非常好的帮助你 它不仅仅可以显示这个车速表现啊 它也可以显示非常多的一些资讯啊 包括你的车道偏离辅助 你的一些 GPS 等等 你都可以显示在这个投影器上面 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 你就是非常可以专心的 Focus on the Route 的 我们就来测试它交速表现 160 所以这辆车啊它是非常轻松的 可以达到一些高速表现 它这是这辆 Lexus NX 它也是首次搭载这个全新的引擎 它是采用这个 2.4 涡轮 Turbo 引擎 它的马力可以输出到 280ps 430 Nm 也成功终于打入六秒俱乐部了啊 可以说是可以和它竞争对手来说可以是同起同坐的 而且啊这辆车啊它不仅仅是快啊 它虽然是快啊但是它非常的线性啊 它非常的 Linear 它加速表现哦是非常的顺啊 非常的 Smooth 的 它不会让你好像那些一些德国进车进手这样 chock 啊它不会chock的 因为它匹配这个 8-speed i-shin 的 Direct Shift 的 Gearbox 哦 它整体来讲你这样一个挡 非常的快非常的顺速的一个表现来的 它基本上它反应非常的 Direct 的 这辆车啊它虽然是快啊 但是它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线性 非常 Linear 的非常的 Smooth 啊 你不会感觉有任何的chock 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你整体哦你是非常舒服的 即使你驾到很快 你一下子 Turn 下去哦 它整体的表现不会让你不舒服的 它也可以确保你乘客啊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一点啊 Lexus 真的拿你到非常的好 这一次它除了还在一些硬件上做出一些隔音表现 它也加入这个科技化的就是 Active Noise Control 的 也就是利用这个 Speaker 来制造出一种 Frequency 来 Cancel 掉外面的一些噪音 即使这辆车顺顺驾 在这个 Span 的路顺顺慢慢的开 完全不是问题 它整体的里面的噪音是非常的小的 非常的安静啊 真的是很舒服那种 我真的觉得这个 SUV 是做到非常的好 很明显的这个 Lexus ix 将会是 Lexus 车款改头换面的开始 无论是设计动力总成还是内饰 都会采用这样的设计语言 而我相信它可以在 GLC X3 还有 XC60 当中脱颖而出 因为我个人更加的 prefer 它这样的设计 这样可以拿来 Daily Drive 的一台运动型 SUV 而这辆车有两个版本 也就是 NX 250 Luxury 和 NX 350 Sport 车型 分别价钱是 370 千和 390 千 而这个售价你可能会问 同期竞争对手都是 370 千以下 因为它们都是以 CKD 本地组装分来贩售 而这辆 NX 它是从日本整抓进口 所以怎样的来讲都会比较昂贵一些 而这个价钱都会 touch 到它 大哥 RX 300 Luxury 低配的车款 所以你会怎样选呢? 今天只是一个在 Sepang 的 First Walk 所以未来我会把这辆车 带在路上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讲解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